爱情公寓四季以来,一直都是大众喜欢的喷饭搞笑剧,但是仔细看发现,各种主角的人设其实并不简单,而且都是社会精英藤小贤一直以为藤小贤很总没什么出息。 最近回顾第一季发现,曾小贤居然是上海交大毕业,而且有哲学和历史的双硕士,顶头上死,平时虽然各种损他,看不上他,但是一有点什么事情,就找他,比如杜海涛客串那次,机会给他让他去拉站住,他自己也是看起来见兮兮的,但是遇到能争取的岗位和荣誉,他都是积极主动求上进的。 胡亦非亦非是博士,毕业学校没有名书,西南卯高校的万人名思政老师,课程上座率高,可谓学校的搭红老师了,能随便安排朋友进学校任教师助理,兴趣爱好一大堆,并且都还挺好,比如跆拳道赢了机器人,拿了八万块钱奖学金捐给了学生,陆展博展博是麻省理工毕业,灰测应该是计算机器的,三十岁不到就环游世界了,之后想换工作就成功换了。 后来世界各地跑着拯救地球,零碗鱼碗鱼,零是银行千金,白富美,陆展博女朋友,是一个超级乐天爱幻想的富家大小姐,唐悠悠悠悠是演员,第二季才开始出场,但是只是个有台词的龙套演员,到第四季由导演看中他想捧他,还有他开始担当主演,粉丝要签名等等。 但是他还是最擅长演死人,关谷神奇关谷是日本关谷料理的第八代传人,还是漫画家,第一季出场给子乔房租,一出手就是几万块。 看得出漫画收入应该不错,即使后面漫画被盗版,但是很快就找到了大学老师的工作。 张伟张伟斯内克从小是孤儿,但是通过了司法考试,拿到了律师资格证的律师,助理,平时抠门得很,公寓里都知道会攒钱,亦非有次要捐钱,给绝承,也是找得张伟借钱。 没有父母给他经济支持培养他,即使有孤儿院的帮助,他自己也是付出了比别人多很多倍的努力,才一路念书考司法成为律师的。 秦宇莫秦宇,莫是高级美容顾问,各种名牌包包衣服,未婚夫送的鸽子蛋钻戒说卷就捐了吕子乔吕子,乔看起来是个穷光蛋,到处借钱,第一季的主角之一,没个正经工作,有时小姨妈,没时疼悠悠,但是她行走江湖忽悠人有一套,女人缘各种好,丽莎蓉跟她分手了还对她念念不忘,亦非妈妈见了一次,就喜欢的要她做女婿,做那只时事便宜也卖得不错, 各种场合都能快速融入导成一片陈美佳陈美佳,没念过大学,工作也一波三折换了又换,还去过东北买衣服,怎么说呢? 有种天然的感觉,心大,不会想太多,少了很多烦恼,应该是爱情公寓里活得最快乐的人,这些人我们看他们平常嘻嘻哈哈,吵闹乌龙。